撞娃娃的技巧就是你一定要去抓长条状的娃娃 从它的尾巴这里穿过去 从它的两个页下就把它抓起来了 完全就在我的这 因为它这个毛比较顺滑 面对这种比较顺滑的 我需要一点一点的把它移动过去 你们这个真的可以夹出来吗 你看我这每一次落爪都是 应该是爪子的问题 下面可能写着咱们店里的名字呢老师 这让观众看了多寒心呢 走吧 我想你了 回了我两个字 青岛 他比较无厘头 最近过得还好吗 你发错人了吧 阿瑶我就是跟你说的 老壮咱们生意不能这样做 要做就做最强的梦 动大的梦 他比较无厘头 完了 赵磊很可怕 赵磊很可怕 他还给我回复了一个表情包 加一个文字 你是不是又来上海了 他说你是不是又来上海了 他每次跟你发云到这么怪僵怪跳的 就因为每次我去上海就会找他嘛 没有啊没有啊 我在录节目呢 所以你们这些一次剧是什么时候 因为我跟他正好时间都错开了 有几次去上海都错过了 还没来得及剧 像下一个做客 我们策划的嘉宾 不是一个小任务 微博关注我们四个人 三个月内谁发的 发新歌就帮我转发了一下 然后不管是任何的什么比如综艺啊或者音乐节啊或者顺艺什么的东西 通通转发 通通转发 这是这种惩罚吧 对 这是这种惩罚 对啊这是惩罚 这是多少个嘉宾吧 对 就挑一个人发自己想要发的好不好 我记得余根莹有要发新歌的打算 好像歌名还没和大家见面对吧 对暂定叫天马行空 这歌名都没有定说明呢 肯定是非常认真的在对待这首音乐 余根莹同学在录制 已经完成了整个歌曲制作过后 还在推敲这个歌名 可以看得出来 他对这首歌是非常认真的 然后也希望大家在他这首歌发布的时候 都可以去听一下 到底是什么样的歌曲 能够带大家一起天马行空呢 让他看一下我的舞蹈视频点评一下吧 这种简单 必须要犀利的演绎 不能很敷衍 啊不错不行 一定要说出为什么 而且全程是不能笑的 哇大boss 哇发型非常的复古 歌曲也非常的复古的感觉 虽然看着有点点僵硬的感觉 但是跟这个音乐很搭 很有那个feel 诶哥们你走不走啊 哦 哦有剧情的啊 在一个餐厅 哦上面写着disco 这是一个细节 特别这个音乐是disco的 风格的 就是摇骰子在玩 但是他自己心不在焉 他的心已经飞了 哦开始了他的舞姿 装发服我觉得都很好 一句话 上天入地 行云流水 下天偷黑 接着你 可是晚上有办法 对 如果多久的故事 都是天人的话 难得不用心 你不要害怕 我只要不累 快叫白头吧 时间会长 对他有故事 对他